Hello 我是April 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这个口罩 首先来说它的背景 这个口罩呢是由肯尼亚的一个公益项目 Mama to the Rescue来提供的 所有的口罩呢都是在肯尼亚的贫民窟里面 有贫民窟的妇女用非洲的花布和棉布来缝制的 那口罩售出所得的收益呢会用来制作餐食 提供给那些在疫情下面温饱成问题的一些人 那说完它的背景再来看看这个口罩本身 它的材质呢这个外面这一层是印花的非洲棉布 它非常有这个非洲的特色 然后每个口罩上都有不同的印花 然后它有各种五颜六色的 就是有的颜色甚至非常鲜艳 就是很非洲风格的 然后呢里层它是一个纯棉的布 还比较柔软 所以它总共是两层 然后它是用这样的一根皮筋带上下穿起来的 所以它跟很多挂耳的口罩不同 所以它戴起来呢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先套一层再套一层 所以它是可以挂在脖子上的 当你要戴的时候你就是 因为你可以把它整个放到下面 这个女孩子就不会阻碍你 就是说头发这里估起来 戴上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把这个下面这一根挂在耳朵上面 就这样是戴起来的 然后当你不用的时候也非常方便 就可以这样一拉 就可以把它拉到脖子上 那我喜欢它主要有两点吧 第一个是它戴起来确实是比一次性口罩这样子的 有个性更有趣 第二个呢也是它这样放在脖子上也非常方便 然后我自己还就是发明了一个小的新的用法 就是可以把它照在头上 然后作为一个洗脸的时候的一个束发带 你有几点是我要声明的 第一这个口罩它就是一个普通缝制的口罩 它没有任何的生产标准 对于抗病毒抗菌的这一种效果如何 这个没有任何的实证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去到这个人群比较多的场合 那还是建议是要佩戴一次性口罩 就或者是通过医疗的一个认证的这样的一个口罩 然后第二呢是这个口罩的这个售价 它是肯尼亚先令250先令或者是美金2.5美金 在这2.5美金当中 1.5美金会用以制作食物并且捐赠出去 那我个人是没有在这个里面收取费用的 那我之所以会想帮他们卖这个口罩 也是因为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好的理念 它也挺漂亮的这样一个小东西 我自己挺喜欢的 所以我就觉得可以把它介绍给更多人 哦对了 如果你是在国内的话 因为要考虑到其中运输的一个成本 所以国内现在定的价格是30人民币 就是如果最后这个是有多的话 那么多余的这些盈利就会全部以捐赠的方式 给到这个Mama 2的Rescue项目 我还剩好多口罩 请大家快来买吧